为了降低溺水的风险 澳洲有不少孩童从小就开始学习游泳 对于自闭症孩童而言 这更是一项至关重要的生活技能 研究表示 这群来自新兴的孩子遭遇溺水的可能性 至少是非身障儿童的三倍 对此 澳洲一家慈善机构为自闭症孩童提供游泳课程 以让他们在器具和专业的训练下 学会游泳 由参与课程的家长表示 慈善机构所提供的游泳课程 让患有自闭症的孩子不仅能够绝会游泳 更能享受其中的乐趣 该所慈善机构也提供线上课程 让自闭症孩童在玩耍的过程中 也能掌握免于生命危险的一项技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ranked台 indicative なんです 参加者设 在支持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